我們的區分一樣是單一事件 我們在意識總複習最遠的架構圖應該有看過 我們區分 單一當事人 複數當事人 單一課題 複數課題 家事法一樣 單一事件 家事法在主體的部分著墨會比較少 為什麼 我們談過了 當事人適格明定原則 他就是規定婚姻關係的當事人叫夫妻 他就是規定這個否認親子之術 否認親子關係之術 以誰為原告 以誰為被告 如果被告死亡 還可以找檢察官 或以生存的為原被告 所以 當事人適格在主體的部分 家事法的增值沒有那麼大 那首先就單一事件 我們一定要先做定性 我們得到了一個單一的家事事件之後 怎麼去做定性呢 我們先找到實定法依據 什麼叫實定法依據 就是你去翻第三條 我們這裡條文就不寫了 這個3就是指第三條 加一事件法第三條 加一秉丁物跟第六項其他 加四訴訟非送事件 你一定要先在裡面找到一個 你要適用的方向 因為基本上都會寫在裡面 都會寫在裡面 你先找到實定法第三條 有沒有說他是哪一種事件 我們才能接著討論事件的本質 這裡事件的本質 是架式法最難跟最特殊的地方 這個事件 除了第三條規定之外 還要考量到他的本質 來做後續審理原則的一個討論 可以嗎 好 好 這個是呢 對於事件的定性 那再來 我們決定了事件的程序之後的重點 就在於說 定他所應適用的審理程序 找完的定性 我們就來看他的程序 由前面這個都會影響 那第一個首先 家事事件法採取調解前置 也就是強制調解 除了定類 因為定類多半是純粹非送 而且呢 多半無當事人 沒有送真信 所以沒有調解必要 法院職權為之 除了定類之外 強制調解 那定類可不可以調解 可以 可以申請調解 如果是若干有當事人的事件 存在於有相對人的事件 好 再來 審理原則 因為你們那個圖比較大 我黑板沒那麼長 我先跟同學說明 單一 再來是數 數個 數個加二事件 這裡先跟同學說明 我們待會就可能要插掉 再來寫了 好 再來 審理原則 原則上我們先區分訴訟法理跟非送法理 這個審理原則就是最愛考的地方 一定考 一二事一定會考 一定會考 只是考哪一種而已 一定會考 好像統合處理還有可能不會考 但是審理原則一定考 特別在一四 兩年的一四就考了八題 兩年的一四 我們在一四的總複習有說到 兩年的一四考題總共考了八題 考了八題 訴訟 有什麼事件要用訴訟法理 甲類、餌類、餌類啊 當然 因為他就是叫家事訴訟事件 其他的呢 叫做本質上訴訟事件 只要這個事件在本質上 具有訴訟的一個送真性 我們就要適用訴訟法理 所以前面事件本質就相當的重要 那你說這個怎麼判斷 我們待會再跟同學說 這個法理怎麼去區分 好同學先了解到這個觀念 來 甲類、餌類 規定在第三條 一、二、三項 並且透過37條以下 加事訴訟程序的規定 他當然適用訴訟法理 但是37條同時有說明 甲類、餌類、餌類及 其他加事訴訟事件 什麼叫其他 就是他沒有擺在甲乙餌 可是他具有訴訟的送真性 還是有訴訟法理的適用 可以嗎 好 再來 非送法理 一樣丁類、物類嘛 他就是呢 非送事件適用非送法理 一樣 本質上非送事件 即便沒有擺在丁物類 我還是要某程度的去交錯適用 非送法理 好 本質上非送事件 本質上非送事件 其實4條 可以嗎 這是單一的事件 單一的事件你要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好 數個事件呢 單一的事件 就很複雜了 數個事件呢 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還是回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數個嘛 你一個一個要先把它定性清楚啦 定性清楚 第一段就要先寫 本件有什麼事件 甲類、餌類、餌類 本件有什麼事件 丁類、物類 足一定性之後 我們再來做區分 數個家事事件 跟呢 民事事件 不要這樣寫好了 不好意思齁 數個家事就好了齁 數個家事 在數個家事的過程中 邱老師說 我們在念民事訴訟法 有念過182-1 是不是產生審判權相對話 我們可以合議 合議這個審判權 但是呢 家事法有沒有 沒有 家事法叫審判權強制 家事事件 只要你屬於 家事事件法中 鎖定家事事件 一定由地方法院的 家事庭或 少家法院來做審理 一定叫審判權強制 齁 沒有問題 審判權強制 所以可不可以在民事庭 民事法院的 民事訴訟事件系數中 加入一個家事事件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因為家事事件 一定強制由家事法院 或少家法庭來做審理齁 好 那再來呢 如果呢 在這個情形之下齁 我們就會進到呢 統合處理的一個爭議 這排列組合齁齁 訴訟我就寫s齁 非宋就寫非 你就會有訴訟加訴訟 訴訟加非宋 非宋加訴訟 非宋加非宋 可以嗎 啊這個就是統合處理要處理的問題 統合處理論 也就是至今在國家考試 尚未獨立針對這個章節做命題的 只有在一四零星的出過幾個很簡單的選擇題 沒有針對針對這個制度呢 真的針對這個制度 齁來做處理跟單獨命題 那統合處理你要注意到一塊齁齁 就是他本身的爭議跟什麼 批評 你只要學到總合處理齁 我都會建議你要帶帶出學說上的批評跟不同見解 可以嗎 好 當然還有一個爭議叫做 加世事件中可不可以系屬民事事件嗎 這個我們在最前面的實務觀點就談過了 屬於比較獨立的爭點 這個總會老師說可以齁 反正沒有禁止 從第四條的議止 那實務見解呢 104的第15是決議 統合處理必要跟事件的相牽連 相牽連 那統合處理必要呢 由各級法院自行判斷 那有提出幾個典型的例子 典型的例子 好 例如說抵消等等 具有高度的牽連性 如果有一點模糊呢 要再回去看一下104年第15次決議 跟這個判決 跟這個判決 就在這個 我們最近實務觀點的1 最近實務觀點的1 這裡 跟104年台抗739號裁定 好 這個就回到第一章就有了 沒有問題 可以嗎 所以你教育事件法思考 基本上 要先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你要先確定這題是要考你一個案件 怎麼做 還是考你很多案件怎麼做 可以嗎 那當然它可以混在一起考 但是它混在一起考 你把它拆開 還是單一案件怎麼做 數個案件怎麼做 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怎麼樣的判斷 都必須經過這樣的一個判斷 好 那這個也決定了 這除了是一個 思考也是一個解題架構 好 那我們再來來看一下整部支配整部加試 事件法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法理基礎 就在於邱老師的審理必要論 又稱紛爭事件的 類型論 紛爭事件的類型論 所以我們